HELLO 大家好 又在這裏和大家見面了 現在相信是9點15分 就是我們約定的時間 一齊來再次進行 蔡醫史上第二次的 空中把脈 首先要在這裏 感謝大家的支持 無論你在看直播還是重播 看到上一次我們做空中把脈的效果 相當之好 有很多朋友反映 覺得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所以我自己都很開心 首先看到有6個朋友 慢慢進來的時候 今次我都加強了不同的東西 首先繼續有這個針灸人仔陪著我們 第二就是 我們背景有一些古增的音樂 如果你們覺得古增音樂太大聲 也可以告訴我 再次歡迎這裏 那麼多的朋友 再次來到今天這個空中把脈 在我們未開始之前 不如用我 又是宣傳一下的時間 無論你是看直播還是重播都好 其實我們 蔡子銘中醫事務所 和活得精彩 我們一直都有搞一些 對你的身心很好的 中醫和形象 Cross Over的一些講座 好像上一次這樣 其實我也略略提過的時候 在接下來的下個星期一 也就是6月20號 6月20號 我們其實會有一個 教你看人面識的講座 OK 就在晚上的7點半到9點 有些朋友會跟我反應 就說 晚上還要星期一 好像很難來到 其實我心裏面這句說話 就是想說 有緣大家自然會來到的 因為其實想遷就所有人 就很難的 但是想跟大家介紹的這個講座 教你看人面識 其實 接下來星期一這個講座 就是講 怎樣去做望診 怎樣去做望診 中醫難經裡面有一句說話 叫做 望而知之,為之神 怎樣才可以做到呢 病人一進到我們的診室 你就已經能夠 多謝有人讚我 進到診室 我們就能夠 一坐下來 就看到病人 所患的是什麼病 他的氣息如何 狀態如何 暴態如何 整個人的感覺如何 心理狀態是怎樣 我們都要知道 望而知之,為之神 所以 接下來星期一這個講座 就是教你怎樣 從望診 去獲得自己健康的一些訊息 或者你身邊健康人的一些訊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挺有價值的 我也準備了很辛苦的 希望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6月20號 晚上7點半到9點 不過是需要去報名的 因為我們數量有限 現在我聽說 只剩下少量的名額 少量 大家如果真的要報名的話 就可以 Whatsapp 96891758 96891758 OK 那就 就可以參加到我們 下星期一的這個講座 我自己覺得都很值得來參加 我們今天 其實如果是 無論你是第一次 來到空中把脈 或者是第二次都好 歡迎你們加入之餘 其實我們這個空中把脈 是甚麼回事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感覺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朋友仔 對中醫 或者對很多不同的健康 有很多疑問 或者問題 但是 但是 他們有沒有渠道 或者 很少有人 願意去解答他們的問題 或者 自己都沒甚麼 沒甚麼心機去問 所以 我就搞這個 空中把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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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 一個形式 大家可以在空中 我就一直跟大家去 去 聊天 去 解答大家 一些健康上的疑問 所以大家可以隨便 去問我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亦都可以 對 大家有一個互動的情況 最喜歡就是 在這裏有些互動 所以 隨便問一些關於健康的問題 我在這裏 就為大家解答 在這裏 其實我在昨天 就已經發了一句帖 就是 大家有些甚麼問題 其實可以先先問 在這裏 首先歡迎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鄭婷婷在這裏 Miviso 桂姿 Ria 她說 為何你把聲音今天這麼卡通 因為興奮 興奮 可以和大家又可以聊聊天 相信大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疑問 Sam Yip Dicky 我的朋友 倚文 Carrie Joanne 我的師姐 南庭 南庭小姐 以及Chin Yan Li 暫時看到你們是有加入的 歡迎了 現在在這裏 直播和我們一起的朋友 首先 要解答 之前是 很多不同的朋友 有個朋友在之前的帖子上流過言 她在說 這位Monica 她說她朋友最近 被樹上的毛蟲上身 可能咬了一口 或者是 輕輕滑過一下 很多時候 就會引起一些問題 她這個朋友很不幸 全身 恆養難頂 恆養難頂 怎麼算好呢 就去了西醫那裏 吃了一些抗敏感的藥物 吃完之後 就很睏 Monica在這裏 沒有描述到朋友 吃完抗敏藥之後 有沒有好度 但只是描述了 她朋友吃完抗敏藥之後 就感覺到很睏 有些困擾了 因為上班的時候 吃的時候 如果太睏 會影響工作表現 相信她是擔心這些東西的 她的問題就是 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恢復 是中藥好些 還是西藥好些 其實中西藥 我一向都不反對 大家可以一直問一些問題 真的不需要客氣 我一直都不反對 中西藥所有的 大家對全有不同的看法 但單單以這個 我們被蟲咬了 引起的一些全身反應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全部都可以現在問我的 現在留言 我馬上可以回答到你們 我自己的感覺是被蟲咬了 或者是因為一些不同的原因 導致全身反應 最常見的當然就是感冒 是不是 我們一個人感冒的時候 發燒 怕冷 整個人覺得不太舒服 這些是一些全身的反應 被蟲咬了 會是這樣 例如我早前有一個病人 他甚至是膝蓋膚了一些高藥 之後就產生了敏感 敏感之後 然後整個膝蓋 膝蓋這個位置就腫了 紅了一大片 貼了一些高藥之後 甚至過了第二天之後 整個腳都腫了 腫到小腿 甚至是腳趾都腫了 好像這種敏感的狀況 很多人都會 第一時間去西醫去看 這次我開這個朋友 他去看的時候 都是先吃一些抗過敏的藥物 但是吃完之後 似乎今次的感覺 好像就 他實際情況 就是吃完抗過敏藥 腫都沒有消退 因為膝蓋真的腫得很厲害 貼完高藥的過敏反應 導致膝蓋的部分 很多水泡 又紅又腫 整隻腳也有水腫的情況 來看我的時候 我就開了辯證論治 望文敏切過後 開了一個 我們中藥上面的 小柴湖湯的加減給他 吃完之後 三劑 第一劑 其實水腫已經退了很多 慢慢吃完三劑之後 整個人舒服一點 三劑之後 他的敏感已經退去了 退去了之後 紅腫慢慢已經沒有了 然後脫皮 好像你們曬傷一樣 就好了 所以由這個角度來看 需要多少時間恢復 其實我覺得主要都是 無論中西醫也好 都是要看那個醫生開的藥 究竟對不對 是能不能夠對症下藥 有時候當然 你不可以要求那個醫生 是百發百中的 但是如果真的用藥用得對 是對症下藥的時候 我相信無論中西藥 效果都是很快的 至於這位朋友 給個蟲上身 全身恢養難頂 然後就導致到 不是很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都可以照樣 望文文切 用中藥去調治 我相信時間都是很快的 以中醫來說 如果不是太嚴重的話 我自己覺得 用藥用得對 兩三劑藥就可以康復了 但是西醫我自己不太清楚 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療程 有自己的劑量限制 我就不方便評論了 好 繼續跟我們的朋友打個招呼 鄭婷婷問 什麼是虛 我後面見到 Jack Dye 我的朋友說 聽了兩句已經想笑 不用笑的 我真的在說一些很認真的 我先解答了婷婷這個問題 她說什麼是虛肥 虛肥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的女性 聽到肥這個字 就已經不是很開心 還要虛肥 怎樣去解答這個問題 我自己感覺一下 虛肥這個狀態 首先 虛字是指體質上面 屬於虛 體質上面虛 如果是導致身體有肥胖 或者少許有水腫的情況 我們中醫會認為病位 通常是在肥胃上 為什麼呢 因為肥胃一差的時候 肥胃在中醫上面來說 是負責身體一些不好的水 濕氣 混走的一個狀腑 你想想 當這個肥胃 好像不是太好 當這個肥胃是差一點的時候 水濕自然去得不太好 那人是不是會偏向困重一點 重一點 可不可以呈現是一個輕微水腫的情況 都可以 所以所說的虛胖 或者虛肥 就是一個虛性的 而導致身體好像有少少腫脹 或者你們覺得是肥的一個狀態 當初我自己感覺上 臨床上 是由於肥胃比較虛弱所導致的 我大概就是這樣去解答 希望解答到你啦 鄭凌廷 以文說 身在首耳都遠方差我長 多謝大家 首耳的朋友 我會說兩句韓文 好 先展示兩句韓文 網列 也歡迎你 貴姿正在問 Jack Dyer說他很認真聽 多謝你 解答貴姿的問題 夏天一洗澡 夏天一洗澡 就勁出汗 大家等一下 好 夏天一洗完澡 就勁出汗 由頭濕到落腳 一洗完澡 就勁出汗 由頭濕到落腳 這個情況 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 在裡面 首先 洗澡 你要看一下 你本身在洗多少溫度的量 如果以我們中醫上來講 我們會覺得出汗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除非是病理 任何情況下 都是不宜出汗 是大汗淋漓地出的 為什麼呢 除了熱的就不算 因為你真的熱到出汗 需要散熱 陽氣向外透的時候 汗自然是在身體表面出汗很正常 但是通常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出汗出得太多不好呢 因為中醫的角度上來講 汗是我們身體裡面正常的一些水液 是我們身體的水液充足 所以才可以導致你在外面發汗 如果大家經常發汗 而且汗的量比較多的時候 是不是會耗傷身體裡面一些正常的水液 所以就導致身體有一個虛的狀況 所以我們中醫是不建議大家出過多的汗 至於季之舉問 夏天一洗完涼就勁出汗 我第一就想到的就是 會不會洗澡的水是太熱 導致出汗也很正常 第二就是在想 會不會身體上面是偏向 因為假設你在洗的是熱水液 我都假設女生是沖溫水的 熱水液多些 沖溫水的時候 外在的身體比較熱些 而身體本身也是偏熱 偏熱的時候 我們中醫就說 內熱的時候 容易將你身體裡面一些的水分逼出來 如果內熱比較厲害一點的時候 我們中醫叫一種陽明熱的時候 會令到你的汗出本身就比較多些 如果本身就是這種陽明熱的朋友 在夏天如果重沖一個熱水涼是太熱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熱會加重呢 或者飲食吃得太多 如果身體濃重口味的時候 熱是不是會加重呢 所以夏天一洗澡的時候 就勁出汗 由頭濕到六腳 我自己的推測是這樣的 同時也繼續解答不同人的問題 Via問 錯衣濕熱或者是虛寒體質 是不是一輩子都是這樣的 還是會隨著生活或者飲食而改善或者改變呢 問得好 Via 體質是否一樣跟隨你一輩子的東西 還是可以改善的呢 我自己會覺得 體質可不可以改進呢 必定可以改進 可不可以改變呢 譬如是一個偏寒的人物 從小到大都是偏寒的 能不能夠用藥條理 或者透過自己的一些方法 令到他變成一個熱的人 絕對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但是如果說的是 中醫覺得有些什麼是不會變的呢 通常我們說本性難移 性格很多時候是不會變的 我會從一個性格上來看 為什麼呢 有些人天生容易想事 天生容易發怒的 這種人的身體是否容易發怒 或者想事想得多的時候 氣是否容易結聚在那裡 隨著怒氣向上升 是否那些火的感覺 氣屈的感覺會比較重些 那這個時候 這個人本身由性格 導致自己的體質呢 那我就覺得難變了 因為中醫即使是將他 你的火啊 你的熱啊 暫時清了 但是你的性格還是這樣的時候呢 是不是日後的火都會再回來呢 是啊 所以這個濕熱啊 或者這個熱性的狀態 如果是性格導致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比較難改變一點 但是如果你問了 純粹是一個身體狀態上面偏濕熱 或者是一個虛寒的體質 是不是一輩子都是這樣呢 我自己覺得呢 本身每一個人的體質 那個品負呢 都是不同 有些人呢 身體比較壯實一點 好像蔡依這樣 可能從小到大 偏向大隻一點 身體壯實一點 偏熱一點 正常 有些女生身體呢 從小到大 偏向瘦一點 瘦弱一點 偏向怕冷一點 這些是她的體質 我們不需要去特意改變這些體質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體質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走勢呢 都是有她的意思在這裡 我們不需要千篇一律 每個人呢 你一定是熱性最好 反而是應該由你們的情緒呢 來調整自己 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 生活啊 飲食來調整 令到自己不是一個病的狀態 你的體質是濕熱 體質是虛寒 但是能不能夠透過 譬如你的體質是濕熱的 吃少些生辣濃重口味的東西 少些發怒 是不是可以令到濕熱體質 沒有那麼容易發病呢 絕對是 虛寒體質 如果經常吃一些溫補的藥物 或者也不一定要吃溫補的藥物 少些吹風 少些喝生冷的藥物 是不是 這個時候 是否能夠把你的虛寒的體質 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發病呢 我覺得絕對是 所以我去看體質的時候 好像講得太吵氣 不過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麼耳文就說 為什麼吃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吞不下 耿著不想不下的情況 是不是不夠氣呢 很多個情況的 不夠氣都是其中的一種 但是更多的情況裡面 我們會覺得是一種 吞煙困難 在我們中醫上面有一個病名 我寫出來 大家會容易一些理解的 這個病名叫做 益甲 益甲 那個益甲 是怎麼寫呢 就是 口字邊 加一個一字 格子 就是 月字邊 加一個 格膜 那個格 沒有了耳朵 益甲在我們中醫上面 是吞煙困難的一個狀態 是一個病名 如果是吞煙的時候 緊住 不上不下 通常我們中醫說 病位 在食道上面 但是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曾經我有我的舅舅 自己就是 突然之間 有一天 開始吃東西 吃得真的 不太順暢 吞東西的時候 吞得很不舒服 我去變他症的時候 原來他是平時 吃煙喝酒 導致身體裡面 有一種痰熱 積了在這裡 痰熱積了在這裡 向上走的時候 積了在這個煙喉裡的時候 令到食道收窄 於是就會有吞煙困難的狀況 當時我開給我舅舅的 是一個清淡熱的一個方 清解淡熱的一個方 三劑之後 慢慢好回來 六劑之後 吞煙困難 感覺就好了 吞煙困難 有很多的狀況 不過通常 是由於情緒鬱悶 導致一些氣 疏導得不太暢通 濕積了在這裡 寒積了在這裡 熱積了在這裡 痰積了在這裡 都可以導致吞煙困難 所以呢 太多種的情況 或者因素 可以導致這個狀況 大概 不夠氣 反而就是 一個比較少見的狀況 如果是輕微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首先有情緒裡面放鬆一下 看看能不能夠好一點 也都歡迎Vincent Lam加入 Vincent Lam說 My favorite live 多謝你 Thank you 最喜歡的live Kerry說 真的懂韓文 我厲害了 我真的懂的 Tarang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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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都看到Queenie 古才文都在這裡 Gigi又加入 她說 蔡醫師你黑眼圈嚴重了一些 應該看來有點火 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最近 因為蔡醫最近 可能有多些 身體上比較嚴重的病人 所以有時候 我都要用我晚上的時間 去照顧這些病人 去為他們解答這些問題 我自己雖然會累一點 也有時候會做一些電台的工作 所以呢 所謂能醫不治醫 其實我是能夠睡多一點的 不過我自己注意一下 慢慢大家一路觀察一下 可能下十幾次 空中把伐的時候 幫我看一下 我的黑眼圈會不會好一點 但是我盡量 都 令自己休息多一點 多謝 顧卓文的 提醒 也都歡迎Ruby的加入 Alma她問 蔡醫 為什麼有些人 經常生菲汁 有些人又會少生的 如果生菲汁 可以吃什麼幫助 多謝 這樣 OK 生菲汁 呢 在我們中醫上面 可以解作一個口瘡的範圍 可以熟一種 在口腔裡面的 一種的問題 這樣 有些人很少生 有些人就經常生 首先你要理解 三菲汁根本是一個病理性的狀態 來的 必然是中醫講陰陽 什麼時候人才會病呢 當然是陰陽不調和 或者有些問題的時候 人才會病 所以 有些人經常生 有些人很少生 當然是由於體質 身體的問題 如果生菲汁的時候 可以吃什麼幫助呢 我自己感覺 很多時候 人們覺得生菲汁是 哎呀醫師 我很挫火啊 哎呀 要不要喝點涼茶 上次我跟大家提過 涼茶 並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適合的 本身涼茶 就是廣東的涼茶 因為有漿氣 所以廣東人多喝涼茶 去解這個漿氣 但是香港其實沒有這個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去喝涼茶 菲汁呢 在我們香港的情況 尤其是一些女生 身體偏向虛寒的 容易怕冷的 手腳冷的女生 反而生菲汁呢 不是一個熱性的生菲汁 而是一種虛性的火 這種火呢 中醫好像我上一次 都有講過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鹽水 鹽水浪口 在喉嚨裡面咕嚕咕嚕 二三十秒之後 會有一個清虛火的作用 這種清虛火的作用 如果你有一個虛火 導致生菲汁 生口瘡的情況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 挺好的效果 但是你要理解到的是 生菲汁通常是一些人 皮胃比較差 但是皮胃比較差的時候 還去吃一些 辛辣濃重口味的東西 譬如牛羊 譬如煎炸 譬如榴槤 譬如榴槤 譬如芒果 這些偏向濕熱的東西的時候 皮胃消化不了這些濕熱 當然會 那些熱沒有處走的時候 找洞路走 暗瘡 生在臉上 生口瘡 生在耳朵 甚至有些人生在背部 頭上都有 因為沒有洞路走 皮胃消化都不好 通常就是由於這樣的狀況 所以 朗鹽水 和注意一下自己的飲食情緒 都是解決你的肺脂問題的狀況 Sam Yip 說沒有補光 其實我今天真的帶了一個 帶了一個東西來補光 不過 這個東西就不是太 因為診所的光 光線是確實有些問題的 但是這個東西 光就不是很足 我也不知道打哪邊 然後打到這邊 又打不到另一邊 所以一定 沒有自己這樣打 不要緊 大家忍一下 先解答Vivian的問題 Vivian 說 好像有光了 好 先看看 OK 好 先回來 Vivian 說 每天下班 對眼睛 因為用電腦都很疲倦 還有Wi-Fi Router 在我頭頂 所以頭都很痛 嘩 你的公司這麼厲害 Router 在你頭頂 可能裝到我頂 都有可能 所以頭很痛 請問有什麼穴位 可以按摩 可以舒緩呢 其實很多時候打工仔 用眼 用得累的時候 我們中醫師會建議用熱膚 不過這個熱膚 不是每天都要用熱毛巾去敷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舒緩眼睛的疲勞 有兩個方法可以教給大家 第一 就是雙手搓熱之後 這樣搓 然後敷在眼上 感覺有點熱 四五秒之後 把它拿開 然後搓一搓面 細細力 好 重複做 大概做十下左右 你的眼睛就會感覺到有舒服的狀態 鼻缺就是一定要搓到熱 再敷在眼上 有一個舒緩眼睛疲勞的效果 另外第二個方法 當然就是按壓一些穴位 其實最方便的 就是在眼睛內癡 就是內眼角 這裡其實有一個精明穴的穴位 大家其實只要細細力按壓 感覺到有酸酸的 麻麻的 就是已經按壓著精明穴 或者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其實可以用一個大範圍的按壓 按到有酸酸的 麻痺 其實就已經達到效果 你每次按壓一分鐘 或者你自己數著五六十下 這樣就差不多了 OK 精明穴 還有敷眼的小技巧 WiFi在你頭頂的時候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說 WiFi好像對身體不好 但其實你看看 你打開電話 到處都是藍牙 到處都是WiFi網絡 其實我們已經避無可避了 最主要 不如你們在自己的身體上 真的著手 WiFi這些 我們既然是自己已經做不到的 不如你們保重自己的身體 飲食情緒上面去做功夫 令自己沒有那麼容易病 更好了 只要你在飲食情緒裡面 能夠解決了的話 很多病其實 有沒有Walter 都不會發生的了 Sam Yip就說 多點休息 Ming我會的了 多謝你 Carry說 你自己都要保重 多謝大家 好感動 OK 看看現在幾點 因為我們都要看著自己的時間 好 時間大概還有五至十分鐘 我盡量解答大家 鄭婷婷問 肌肉無力的情況 中醫看法 有得醫嗎 肌肉無力 你要講清楚是哪個肌肉 我大概在臨床上常見的 例如有些病人 他的眼睛一邊就倒下來 一邊就正常 類似是一種西醫病名 肌肉無力的狀況 或者有些肌肉無力 可能是有些病人 長期病患 這裏是肩膀痛的 那肩周炎 或者是不同的肩痛 頸痛的時候 都會導致到長期 你活動不太靈活的時候 經過了一段長時間 都是這樣的狀態 這個手臂的力度 就不太好 這個肌肉無力 我會建議去做一個鍛鍊 中醫師 加上針灸滑和食藥 效果都會不錯 所以有沒有得看 有沒有得醫 我覺得中醫是絕對有這個看法 是可以醫的 我曾經也是一個病人 他滑雪的時候 傷了肩膀 是一個肩旋轉皺斷裂的狀況 西醫診斷是這樣 西醫的療法是偏向手術治療多些的 但是手術治療的手術費比較貴 老實說 西醫的手術費是20萬的 我的朋友因為財政上 可能覺得難以負擔到 於是就轉向中醫治療 因為考慮到手術治療之後 功能也不是恢復到100% 也有可能會再有創傷 也需要在手術之後 要再花很多時間 再鍛鍊肌肉的狀況 所以他轉向中醫來看 暫時我看這個病人 每個禮拜 初時每個禮拜看一次 之後每兩個禮拜看一次 經過了兩三個月的治療之後 他的活動現在都很治癒的 但是仍然是 因為他有一個限制的病人 他很怕針灸的 對針灸是有少許 那個氣是有少許敏感的 所以我不可以針得太多 導致到那個療效沒有那麼快的 但是兩三個月之後 他的活動也都相當之治癒 再加上推拿的時候 令到他的情況 都是康復得比較令人滿意的 這樣我覺得也都算是 能夠幫到這個病人 所以很多可能本身要做手術的病人 或者可以用中醫的角度 看看可不可以互相交流 跟西醫一樣 互相交流 看看你暫時可能 要用這個方法 不如試一下我這個方法 針灸推拿都可以好一點 好一點的 SAMSYB說吃西瓜行不行 我吃完好很多 看看SAMSYB說 問了什麼問題 我暫時不知道他問了什麼問題 不過夏天吃西瓜 為什麼呢 因為夏天西瓜是消暑 是一個清熱生存的食物 在中醫上面來說 如果是屬於虛寒的人 尤其是女生偏瘦 怕冷 手腳冷 儘量少吃一點 如果是夏天的話 可以吃 如果你不是屬於虛寒體質的 可以著涼吃幾塊 都是沒問題的 MGLEAN加入了 Annie說 整天呼大氣 是不是不夠氣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 但是呢 譬如我有一個病人 手頭上有幾個病人 都是看心痛病的 他就是 早上早的時候 心口吻著 心口吻著 覺得很痛 也都會呼不到氣 咦 那你就覺得 除了不夠氣之外 一定是 仍然有其他東西 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直接這裡會痛 心口吻著會痛 我講其中一個經典的病人 他就是 他這裡 我辯證就是 空中的陽氣不疏通 陽氣不疏通 因為他曾經有一段時間 不停飲凍食物 吃冷的東西 導致到 令到空中的陽氣 疏通不了的時候 導致流了這個病根 因為在試吃冷 或者是天氣的狀況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勞累的狀況 加重了這個問題 導致到胸口吻著 這個病人 暫時都挺穩定的 都挺好的 我希望會越來越好 但是 如果你說 整天呼大氣 是不是不夠氣 太多情況可以說 但是 譬如我這個病人來講 他主要不是不夠氣 而是陽氣 真的疏通得不好 不通則通 OK Ring Rose 就說明白了 好 多謝你們 Melody虛 OK 看看還有多少時間 大概 還給大家多10分鐘 Kerry問 為什麼我經常咬到牙肉 選了就變非之 你看看 譬如我們叫病人伸出來的時候 伸到舌頭 是不是 很多時候 有些病人 舌頭會有點似痕 中醫 就說有一個水濕的存在 有一個濕氣的存在 所以這些人的舌頭 其實是有點發脹 很容易咬到自己的舌頭 可能都比較難一點點 咬 咬 姑且令到你咬損牙肉 但是 這個真的很難去解釋給你們聽 咬到舌頭 我們就常見 咬到牙肉的話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情緒 不要太急 可能真的說話說得太快 所以就令到你咬到牙肉 Kathy 來了 黃桂枝叫我收拾七藥吃 好 多謝大家 Tommy Lose Wing Emma說 先多謝蔡依剛才的解答 另外跟Cary一樣 我都常常咬到牙肉 損了之後三菲芝 咦 那真的不是一個 我真的會建議大家 情緒放慢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真的 正常去說話的時候 口齒又伶俐的話 會很少咬到牙肉 大家小心點 也都在濕氣上面去著手 因為濕氣除了會令到舌頭發脹 有些濕氣存在之外 牙肉會不會都會有一點脹脹的感覺 我覺得都會 都會 有些水濕積了在這裡的時候 所以由濕氣去做功夫 休息多一點 少吃一些真的濕熱的食物 例如太濃重口味的東西 煎炸東西 榴槤、芒果 少吃一點 SunKissan說 蔡依如果經常覺得累中醫或虛爐 除了食藥之外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精神 這個問題太容易解答了 不過虛爐在我們中醫上面來說 是偏向嚴重一點的病變 通常都是 敬於一些 真的大病過後 或者病了很久的病人 我們中醫才會定性做虛爐 所以一般 如果是 我們都市人所見的 其實我們會叫它做一種 慢性疲勞 就不要叫做虛爐 不是一個太大的病 這個慢性疲勞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香港人 如果你能夠 小吃生冷的食物 因為香港的地邊濕冷 小吃生冷的食物 然後 人又多些在太陽底下曬 做運動 令他陽氣提升 的時候 都會有適當程度的改善 Monique說 經常覺得很睏 其實 就用回我之前那些 來看 之前那些 我有些 OK Kurtney 多謝你 Kur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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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說 我看過她一些 靜脈曲張之後 王小姐 她本身是一個 比較上靜脈曲張 是比較厲害 去到後期一些的病人 整隻腳都是靜脈曲張 很厲害 最近我幫她做一些 針灸的療法 她自己說 有好轉 希望你繼續加油 多謝你 OK 多謝蔡醫解答 多謝你 咬到口腔 應該 OK 意思是虛火 其實咬到牙肉 很多狀況都可以導致到 是這樣的 大家儘量 就去 由食物 由生活 由飲食 由情緒去調製先 去到真的覺得頂不住 真的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 或者去到一個真的病理狀態 不要亂拭時間 找中醫師看看 真的 Karen說 我經常都覺得 以入面癢養 有沒有可以知道為什麼 以入面癢養 首先你要注意衛生先 注意衛生先 第二就是 可能真的要做一個檢查先 或者是跟一些內科的疾病有關都可以的 你這個就太不特定了 我在這裡很難可以解答到你 但是如果經常都很癢的時候 我建議你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或者搖一搖耳士 有些情況可能是病人 可能是真的說那個耳丁 那個耳士 可能真的比其他人特別多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建議你真的去看看 多謝蔡醫解答 OK 周北施咬到牙齒開甲位的口腔 牙齒開甲位的口腔 牙齒開甲位的口腔 即是咬到唇這樣 對 都是 牙齒開甲位的口腔 怎樣咬到呢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要下次演示一下 Karen說她已經經常尿耳仔了 但都是這樣 可能你真的要找中醫師去辯證 去看一看 很多時候 你們覺得耳仔有問題 看中醫 吃中藥可能好不了 但其實中醫 如果你去整體辯證的時候 我們講個人的整體 整體好了的時候 這些局部的東西 是不是都會有好轉呢 絕對是 所以找中醫師看看 有沒有方法解決脫法的問題 有的 其實中醫師解決脫法的問題 並不是好像坊間這樣說 經常都是去到乾腎的地步 乾腎虛 神規這樣 絕對不是的 其實很多情況都可以導致 例如火熱 蒸乾水分 水分不能夠養頭髮的時候 是否都會導致脫法的問題 絕對是 所以太多的方法 我會覺得 針灸如果嚴重的話 配合針灸 但主要來說 食中藥 都能夠有好的效果 但如果真是一個先天性的脫法問題 真是整個頂都沒有了的話 那我就覺得難一點 或者現在借在現代科技 有一點直發的公司 我不知道效果是怎樣 但如果真是很迫切的病人 或者朋友仔的話 也可以試一試 但小心點 OK 導致蛇咬到口腔裡面的肉 導致血泡 要用牙籤放血 那這個呢 就 真是要小心點 不要令到自己感染到這樣 那牙籤呢 最好就是 消一消毒先 OK Vivian說 多謝蔡醫 你真的要多一點休息 多謝大家 Monica問蔡醫 依何謂濕氣 濕氣從何而來 好了 就解答你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就完結了今天的空中把脈問診 何謂濕氣 濕氣由哪裡來 其實呢 人體跟天氣呢 是息息相關的 當中醫師說一個人的濕氣的時候呢 其實說的是兩方面的事情 一就是人體裡面 通常我們說會脾胃混化 水濕 脾胃差的時候 水濕之氣混走 積了一些濕氣在體內 那這些就是一個病理性的濕氣 濕氣 如果天氣很潮濕的時候 人體比較虛 感受到天氣的濕氣 而令到你體內的濕氣 會發病的時候 那這個也是一個濕氣 但是如果 說的是 最原本的濕氣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的人身體很好 陰陽去平衡的時候 濕氣影不影響到你呢 影響不到 本身中醫所說的 風寒暑濕燥火 這些本身都是天氣 正常的天氣 但是當一個人 適應不到天氣的時候 就變成一種病氣 濕氣本身不是一種病氣 但是當人體生病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種病 成為一種氣 這個時候通過中藥調治 通過針灸 令到身體自我能夠排走這些濕氣的時候 這些濕氣排走 病就自然痊癒了 在這裏多謝大家給我一點讚 也多謝Sharko Kong 在最後的清清 在最後的階段 你們進來看 多謝大家 我自己會多些休息 這裏最後再宣傳多一次 接下來的6月20號 會有蔡醫的講座 蔡醫和藍婷小姐的講座 中醫Cross Over形象 在說 怎樣去由自己的面色看診 看面色看暴態 看形態 看自己的條例 看得到自己大概是什麼病 令到你能夠自己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如何 知道自己身邊的人身體狀況如何 我相信大家會在當中獲益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真的可以 還有少量餘額 打96891758 96891758 或者WhatsApp96891758 都可以 在這裏多謝大家 也多謝今晚陪伴著我的這位針灸人仔 我是蔡子銘 蔡醫師 同時也是一位電視台的主持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喜樂平安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記得參加講座 多謝今天所有朋友 Thank you